黑洞有一个奇怪的二元性,它们是既非常简单又极其复杂的物体。 简单性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,黑洞是一个如此巨大的物体,以至于任何东西,甚至光,都无法逃脱它的引力。 当我们把这个相对简单的概念放入宇宙时,它的复杂性就产生了。 事情出了差错,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所谓的信息悖论,它来自于一个事实,即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,在一个黑洞周围,不能很好的结合在一起。 相对论告诉我们,一旦物体穿过世界,黑洞的边界,与它相关的信息就会永远消失,这并不符合量子力学的原理。 几十年来,关于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的讨论,一直没有解决方案,这仅仅是因为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在各自的领域都非常成功,无法调和,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是黑洞防火墙,任何接近黑洞的东西都会撞伤高能量粒子的墙。 人们相信,这解决了信息悲论,但现在研究人员正在证明,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。 在高能物理杂志上,来自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,通过想象一个电子落入黑洞的内部,来解决防火墙的问题。 而这个黑洞就是太阳的质量,他们计算出,对于一个真实的黑洞来说,电子被防火墙的光次击中的概率非常低。 高级作者Samir Masa教授在一份中说,我们在这项新研究中,发现了防火墙的缺陷,从辐射和燃烧中获得光次的电子的概率是可以忽略的,如果考虑到了一直存在于空间中的更大的黑洞,就会进一步下降。 相反,团队有不同的解释,他们称之为模糊球论点,它是根据旋理论对黑洞的描述。 在这种方法中,事件事件不是一个定义良好的预值,而是更像由此原子字复传构成的博物。 问题是黑洞在哪里抓住你? 萨米尔解释说,我们认为,当一个人接近地平线的时候,模糊的表明会在有机会,接触到辐射中最热的部分之前与他相遇。 这是这篇新的物理论文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发现,他推翻了防火墙的论点。 解决之道,萨米尔状态,是在选理论中找到一种可能的方法,来迷和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之间的鸿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